好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疫情的重灾区双北市 台北市的部分呢 明天将会再分配到3.5万剂的AZ疫苗 预计在一周之内施打完毕 但是市长柯文哲就质疑了 中央疫苗到货时程不断的搞神秘 再不赶快来维持三级警戒下去 这个经济都没有办法活动的话 那么到时候饿死的会比病死的多 另外指挥中心准许离岛企业设置快筛站 那么新北市也经规划大型的筛减站 但是柯文哲认为盛行日不高 设置就没有意义 不要因为疫情严峻 一急就乱撒钱 再批中央前后矛盾 收到中央好消息 1号将再分配到5.6万剂AZ疫苗 市长柯文哲规划一周内 要让一到三类前线防疫人员 统统施打完毕 没想到记者会前一刻 才被告知疫苗数量从5.6万剂 缩水到3.5万剂 不只数字一变再变 就怕数量不够 三级警戒机也出遥遥国旗 而虽然国产疫苗7月出货 但尚未通过二期临床实验 指挥中心咒先签约采购 让科匹再度开跑 你是要扶植本岛生技产业的发展 还是整个台湾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 另外力道入境者将全面快篩 新北也规划大型疫苗接种 即快篩战 未来可转型作为大型注射疫苗场所 但北市不打算跟进 连日来几次杠上中央 科文哲在防疫上依旧走自己的路 还有您先看报道